HELLO 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结个两个来到了湖南的那个叫什么 岳阳 然后因为走得太晚了一点 在杭州那边跟小木狗和老鸡一起吃了个饭 下午才开始过来 然后到岳阳那边已经天黑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岳阳 这个地方感觉非常的不错 气候的话跟我们那边感觉晚上差不多 也挺凉快的 然后那个孟严姐姐也是非常的热情 一过来她就给我们的酒店房间安排好了 然后她和杰哥就去那边的那个 餐厅里面去订餐去了 我就先到这个酒店那边来把我们的行李把它放在这里 现在这酒店就在这里 把行李放在这里就过去吃饭了 也给她们两个一点私人空间嘛对不对 所以我就找个借口说我先来把行李放了 把这个酒店那里她都安排好了 我们结个两个一人一间房 我先上去 我一个人在酒店房间里面待一会儿 待一会儿再去找他们 319吧 319是哪里 就这里吧 就这里到最里面已经 哎家众朋友们 我问你们有问题吧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这次来这个岳阳不该来呀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这次是不是不该来 我来韩州当时 几个叫我陪她来的时候我就没想到 那时候她说叫我来给她打伴 你知道吗 来给她 撞撞打 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说她可以啊 反正要从那里经过的话 就会跟着你去看一下吧 来了这里我才想到 我真的是不该来 对了朋友们 大家想一下吧 本来杰哥 在那个工业集团 那个 刚开始是吧 现在就是 刚才那个时候 啊 那有个东西吧 现在就是说 相处的时候 需要一些 更多的 要需要他们的单独的 那种时间 对了 你话才好说嘛 对了 哈哈 我一跟着跑过来的话 不但没有给她起到打气的作用 反正我觉得 起了反作用 对了 对了 真的是 热情啊 有大方 性格也比较大方 开朗的那种 我们一来 这是把我们当成的亲人啊 或者最好朋友那种 真是 给人那种感觉就是很 很真诚 热情很真诚啊 我们一来 就叫我们去 叫我们去 要是拿着我们 几个人去 岳阳那些 跑那地方逛街 先去逛一下 所以给我们买什么东西啊 本来啊 看过来就是 这个角色啊 成了一个电灯泡了 现在对不对 还要拿着我们去逛街 我这么能去 对不对 这个电馆 虽然是晚上 但是你看外面那个 路灯啊 到处都是 灯火通明的 又不需要人照亮 是吧 又看得见 哈哈 又不像我们农村 我们农村 到处黑妈妈的 是吧 比如说要有个电灯泡 照一下亮 那还说得过去 这城市都是那么亮啊 我说 我就不去给你们照亮 到处就看得见 哈哈 还说等下要请我们吃饭 他就说 你先去给姐跟娘逛一下街嘛 是吧 然后我先回酒店 把这个包放了 来冲个凉 然后你们吃饭 再叫我 是吧 就是我还是挺聪明的 就 让他们两个单独 是吧 相处一下 反正来都来了 不想那么多了 还是晚一点吧 只是给了我这个 来的多余了 哈哈 有点多余 还说明天要请我们去 哪里玩一下 明天再说吧 去哪里 万一要去玩的话 我觉得 我还是不要跟他们一起 他们走左边 我就走右边了 哈哈哈 分边走 对不对 然后玩一下呢 我要尽快赶回去 因为我家里现在有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那个辣椒 可能是种的比较晚的 长得比较慢 现在就比人家的辣椒 要慢一点 还有看脚的辣椒啊 还有 反正有一些问题啊 去怎么样处理一下 可能应该是要给他 没点肥啊 那是肥 肥的 肥湿的太少了 鸡肥太少了 那怎么回事 要不救一下 不然的话 今天辣椒 收成就没那么好 就赶快 我就救一下 现在我就先去冲凉了吧 哈哈 初凉啊呀